年曆部分的話,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最好是 如果我變換一個日期 底下一整年的年曆全部都連鎖效益 意思就是說我只要輸入第一個格子 其他就跟著這個第一 1月1號跟著改變 改一個日期 哪一年的第一天其他都跟著 那這邊的話可能會需要 先產生什麼 每個月的第一天 哪個每個月呢 從1月這個是已經有的日期 2到12月 其實它相差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跟前面一個月份相差一個月的概念 有沒有 那所以呢,我如果今天希望相差一個月 幫我自動找出那個日期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你可能要用E-Day函數 這E-Day函數特別注意 E-Day函數是2003舊的版本 它是還必須要設定才會有的 那2007以後的話 這個已經變成標準的函數了 那這個地方怎麼用 首先的話它使用方法這樣 如果我今天假如說 假設奧運是2021好了 假設這一天 的7月23 比如說這一天 那如果說我要取得這個日期 當然我這邊等於它 把日期抓過來 OK 然後奧運的後三天應該是哪一天 後三天 那理論上我們知道吧 如果我眼睛看10月是23號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要用公式的方式 把月份變更的話 那怎麼變更 10月喔 那你不是說點兩下就可以改 沒有啦,不能改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用標準的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 你必須 這邊要用四個函數 哪四個函數 第一個 插入什麼呢 Date函數 OK 你必須先把什麼 把年月日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的話 針對月份做計算 計算完之後 再把它輸出成一個 標準日期格式 那所以喔 Date函數喔 這邊要需要三個 EarMindState 按確定喔 然後 Ear的話呢 哪一個Ear 這個Ear 但是你不能直接給它 這個裡面有年跟月跟日 所以你必須什麼 把C3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Ear 前刮虎 再一個後刮虎 意思說取得 這一個日期的年的部分 那月的話呢 一樣 曼時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囉嗦的 然後呢 日的話呢 一樣 就是加一個Date 那放在這個Date的函數裡面喔 所以Date裡面呢 包了三個函數 這個一樣喔 C 好 那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當然跟它一樣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要做計算的話 你只需要在哪個地方做計算 曼時 有沒有 三個月的話 你就在這邊加多少 加3 按確定 10月23 OK 跟各位講喔 這個真的蠻麻煩的 必須用什麼 Date 函數 然後裡面呢 分別把year month 對抓過來 然後在這個month 後面加3 才OK 那當然如果你要 前三個月就 就減3 所以如果同樣的方法 你會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只需要什麼 把加3 改成減3 這樣打 簡單一點的方法 當然有 用哪一個 Eday 怎麼做 Eday函數 特別說 Eday函數呢 主要是針對月份喔 OK 所以年跟日不能用 那怎麼做 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 兩個參數就好了 第一個參數是 哪一個start day 就這一天 month的話 相差幾個月啊 三個月 按確定 好 它就產生 不過跟各位講 那Eday有個缺點 就是它return的回來東西 會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正確的結果的話 你必須怎麼樣 如果要跟這個格式一樣 你乾脆就拿 常用裡面有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複製格式 把這個格式複製過來 然後拉寬一點點就好了 有沒有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會發現Eday函數 相對的簡單很多 那如果說呢 我要後三 前三個月 那 前三個月的話 其實道理一樣 就是吧 把這一天有沒有 那month的話 減三不就好了 OK 那格式呢 一樣 把這個上面的格式 複製格式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比起來的話 這個用 Date Date 這個函數喔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OK 也就是說以後啦 當然呢 如果你知道說 那個什麼 Eday可以做month的計算 但如果你要計算年的話 有沒有 那年沒有Eday啊 怎麼辦 那你就只能用這一招了 OK齁 那Date不用 因為Date是要加 看你要加幾天 Date比較簡單 Ear可能就比較麻煩 所以以後呢 如果相... 你幾個月後 或者是 這個都OK 但是幾年之後的話 可能你就要變成怎麼樣 變成你要用Date 要不然如果說你真的要應用什麼 用Eday來完成的話 那怎麼做 乘以12不就好了 可不可以啊 對 只是說 好像... 反正函數是自己想辦法 沒有你就自己把它變出來就對了 就這樣 問題就解決了 至於你要哪一個簡單 你用哪一個啦 OK齁 我只是跟各位講 解決的方法 大概會有這些方向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Eday知道 接下來切到綜合練習 如果要產生每個月第一天 要不算簡單 插入函數嘛 用剛剛的Eday就可以了 那Start Day這一天 相差幾個月 剛好每個月的第一天 不就相差都是一個月嗎 對不對齁 然後按確定 它就自動帶過來了 而且格式其實已經都 已經都加上去了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向右填滿 那向右填滿 那向右填滿有個概念 就是說 它的 A2的A有沒有 它一定會加1 所以呢 本來是參考到這個A2 如果你向右拉的時候呢 它變成 A會變成B嘛 B會變成C 那不就剛剛好 就都參考到 意思是說 每個月的前一個 前一個 這個儲存隔日期 那你把這個欄寬 選起來之後 快速點兩下 那把它縮小一點點好了 OK 那這樣可以看到有沒有 就每個月的第一天 自動就產生了 有沒有 就從這個2月 到1到12月的1號 有沒有 都看到有了 所以第一步 年度 待會兒 年度就是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再產生每個月的後面的天 那後面天怎麼做 很簡單嘛 就等於什麼 等於它上面這個日期 加1比較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有沒有 如果你了解 天其實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就加1比較好了 所以你不要被它的表象給誤導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整數就對了 所以天最簡單的 麻煩在哪裡 年跟月而已 尤其是月最麻煩的 OK 打勾 那向下填滿 到哪裡 到32列 有了 向右填滿 把它填滿到L藍 因為12剛好 那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一整年年曆 應該就差不多快出現了 只是說有幾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2月 2月的話 應該在29號 所以怎麼辦呢 3月它怎麼出現 這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把它 讓它不要出現 4月份的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 5月怎麼出現 這個要把它砍掉 6月這個也是 其實只要是 不是31天的 下面就都會出現什麼 出現下個月的第一天 或第二天日期 所以這些其實理論上 那應該要怎麼 讓它消失 那你想說 讓它消失怎麼這樣 最簡單 有個同學想說 是這樣子 delete的掉不就好了嗎 delete的掉 因為沒幾個嘛 對不對 但問題喔 工作上 如果很多地方 都可以這樣的話 那就簡單了 但有的時候 就是不行 因為如果你每個地方 都用delete 那可能有很多地方 你必須用人工 去慢慢delete 那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你用delete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完成 可以嗎 如果兩個月份假設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不要產生這個月份的資料了 OK 所以如果 如果 一幅 月份不一樣 month 對不對 比對 所以比較 比較的話 有等於 跟不等於就是小於大於 兩邊比一下 如果是 不一樣的話 那就怎麼樣 丟給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就是兩個雙以後 還記得吧 反之呢 就是再把它輸出一樣的公式 就輸出下一個公式 那不就OK了嗎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大家可以理解 從這邊改就可以了 A2加1對不對 這邊可以刪除 如果 所以第一個 邏輯 邏輯函數裡面的1負 如果什麼呢 假如 所以你要怎麼判斷比較簡單 當然方法一定不是只有單一個 我的想到是這樣 如果上面 因為我要產生的這個儲存格 主要是根據上面這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上面這個儲存格的月份 month 如果不等於 就是把這個日期加一天之後試試看 如果加一天之後不一樣的話 那就輸出空的 如果加一天之後 加一天之後的話 把這個複製一下 不等於 小於大於 把這個再貼上一個 那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一天 所以A2加一 意思是說 我把它這個日期 跟它這個日期再加一天之後 做一個比較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表示是什麼 不同月份 那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沒有 反之呢 就輸出剛剛一樣的 就是什麼 A2加一就好了 就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兩個月份都一樣 比如說都是一月 那我一樣就輸出A2加一 A2加一 A2加一 OK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空的 所以按確定 理論上應該這樣是可行的 向下填滿 關鍵台囉 向右填滿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空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裡面的上一個儲存格 跟它加了一天之後 就變成三月了 有沒有 那就當然裡面是空的 但問題下面有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因為上面的月份 如果你給它什麼 那個儲存格 假設這個地方 你給它一個空的 叫它去判斷曼時的話 當然會跟你講說 你不是叫我判斷曼時嗎? 可是為什麼給我一個空的儲存格呢? 那當然就不對啦 所以它會跟你講說 請Value錯誤 這個應該有看過吧 請 意思是錯誤 Value就是給我不對的值 你應該給我一個日期 你怎麼給我一個空的呢? OK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前面不是做過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用一個叫做IfAir過濾一下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呢? 把它變成沒有就好了 演不見為盡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 再向右 有沒有?OK啦 其實這樣拉過來就OK啦 放開 全部都OK了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其他的儲存格都跟著1月 第一個儲存格去產生的 所以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2021好了 Enter 你會發現 底下的全部 這邊改了 這邊也都改了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這些都是跟著它 有沒有? 這底下的也都跟著它 底下的有沒有? 這邊也會跟著對了 哇 一年的年曆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 待會兒的話呢 再想想看 如果我希望禮拜六、禮拜天 給不一樣的顏色的話 那該怎麼做? 來 外面切黃給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先練習Eday這個函數 然後再把2月1號到12月1號產生 然後再把2月1號到12月1號產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